你觉得自己有机会吗 难道是你们修真之人不能动情 还是你也动了情 师兄啊 你说我们找到莲子之后 算谁的呢 我知道了 像师兄你这样品德高尚的人 一定会谦让小师妹 把莲子让给小师妹我的 看你表现 以后找到莲子 当然是以后才说了 师兄 你这个找莲子的定位 到底有多精确呢 你现在是不是感受到 莲子的气息从四面八方而来 你吃蒜了吧 你嘴里有股蒜味 滚 这样吧 我利用七叶客栈来寻找莲子的大概方位 到时候麻烦翠兄再找到确切的位置 对啊 你俩怎么会这么配啊 来 来 来 我宣布 从今天起 你俩原地所死了 以后呢 我们就是寻找莲子的黄金搭档 一起上路 来 你不要一起跟着的 快点 等我们找到金面狐狸之后 上路吧 可死 来 真是好久没吃过这么饱呢 崔兄这是干嘛 你一路跟着我们 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自然失败坦坦为师啊 真的 你信吗 声音这么小 在说什么呢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我自然除了败师 还有其他小贩 你觉得自己有机会吗 难道是你们修认之人不能动情 还是你清元派不能婚嫁 还是你也懂了情 他们俩不是不对付的吗 他们俩不是不对付的吗 那咱一起密谋什么呢 难不成师兄是要背着我抢徒弟 九月白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机会是自己把握的 各定本事 的 还真难得 开了 一下 第三